第三百三十八集 喊什么喊呢 吓我一跳 金飞摇一巴掌就拍在了女孩的头上 没好气的骂道 真是的 要把魔兽和神农族喊来怎么办呢 自己还没有和这小女孩说好呢 被神农族看到就麻烦了 女孩被金飞摇一巴掌打哑了 愣愣的看着她 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惊恐的接不到 你 你是三族的人 是啊 不过你也不用这么害怕 我什么也没干 我还救了你 金飞摇赶快讲道 要是这小女孩突然大喊叫来了神农族 自己可就麻烦了 救我 女孩愣了一下 金飞摇把那花斑色的叶子扔在了她的面前 你是不是吃了这个 我看到你的时候你差点就死了 花分了我好大的力气才把你救了回来 先不要管我 先查看查看你的身体有没有什么不适 看到那花斑色的叶子 女孩脸色一变 赶紧把自己检查了个变 才松了口气 看到她松了口气 金飞摇不时时机的讲道 这东西很毒吧 我几乎用尽了所有我知道的办法 差点就失败了 也算是你命大 这我应该谢谢你 但是我们足不接触三族的人 你们赶快走吧 要是被族人看到了 他们会对你们不利的 女孩犹豫了许久 摇着嘴唇低声讲道 你们神农族不是严帝一族吗 怎么如此的不懂理解 还算是神族后裔 金飞摇冷下脸 看着这个神农族的女孩 语气也淡了下来 女孩猛的抬头看着她 看她的反应 似乎从来没听过 有人这样说自己的族 我说的不对吗 金飞摇没理他 只是冷哼一声继续讲道 我救了你的命 不要说什么救命真 最少水也得给我喝一口吧 不感谢也就算了 还要我赶快走 你们挂着严足后裔的名头 不觉得脸红吗 连个地神的夸父族都比不上 我救了他们的人 他们还知道送我水果 堂堂神农族 竟然是一些忘恩负义的家伙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高尚的神族 配吗 胖子我们走 就当是救了一条没神志的狗 算我们倒霉 什么神族 真是丢人心眼 金飞摇很轻蔑地瞅了女孩一眼 毫不犹豫地就转身离开 胖子站在了女孩的面前 也扔下了一句 你们是坏人 就跟着他走了 边走 胖子边传音道 老大 我们就这样走了 不要回头 等着看看 他会不会叫住我们 如果他不叫住的话 我们就先离开 然后就跟踪他一会儿 装成迷路 出现在他面前 金飞摇传音回去 让胖子不要露出马脚 女孩被金飞摇骂了一顿 看着他俩已经穿过了灌木 快要消失在了树林之中 他咬着嘴唇犹豫了半天 终于开口喊道 你们等等 干嘛 难道还要我们赔偿 救你时碰到你 感觉弄脏了你 所以要清洗肺 金飞摇心中暗喜地停下来 转过身 却依旧是冷嘲热讽道 女孩的脸刷的就变得很红 嘟弄着解释道 我们神农族 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你救了我 我自然会谢你 请你到我家中坐一坐 我爹娘 肯定会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你好像很为难 金飞摇没有放过他 一定要把他说得无地自容 才能在后面进入神农族后 为自己说话 没有 我才没有为难 只是我现在全是无力 没办法走回去 女孩被金飞摇说得脸色飞红 只觉得做了很丢人现眼的事 神农族竟然会被三族的人瞧不起 身为神族 怎么能让这些下界的凡族这样认为呢 知道他虽然解掉毒活了过来 声音也喊得大 但是毒性还在 全身发软 是很正常的事 本来还想着要是女孩 实在是不叫他们 他是想一会儿就转头回来 说自己不放心他一个人 在有魔兽出没的地方 就算他要误会自己 也要送他回去 现在正好连这一招都给省了 金飞摇走了回来 长叹一声看着女孩讲道 唉 你这样叫我拿你怎么办 总不能把你给扔下 来吧 我背你回去 胖子在旁边使劲地咬着嘴唇 如果不使劲咬 就会忍不住笑出来 老大真的是太可恶了 从什么地方学来这种男子 说话的语气 对方又不是什么怀春少女 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看着蹲下身 背对着他的金飞摇 女孩满腾腾地爬了上去 然后金飞摇把他背起来 随口就讲道 你平日不吃饭呢 怎么这么轻 女孩没更生 只觉得女人不都是要轻一点好 又不是男人要重些好 看来神龙族肯定很穷 连饭都没得吃吧 不然你怎么会瘦成这样啊 刚才你醒过来的时候啊 第一句话就是吃饭了 而且我发现你的时候 你嘴里面还塞满了那种有毒的叶子 真是接不择食啊 都吃草了 我身上还有些瘦肉 一会儿到了你家 我给你煮个肉汤吧 怎么能让小孩子饿成这样啊 金飞摇边走边唠叨着 就为了加身和这个天上掉起来中毒神族的感情 明明知道神龙族一直有长白草的传说 这女孩肯定是出来采灵药 然后闲着没事 学祖先乱尝草的 所以给毒翻了 虽然知道肯定是这回事 金飞摇依旧装得完全没听说过这事 一口咬定女孩是饿成这样的 这种理解让女孩受不了 她只得在背上小声的说道 我不是饿的 这是在采灵草 我们族的试炼 就是每人要寻找十种没有入药的植物 这种草我在族中没有见过 所以就尝了一下 想看看有没有用 你平时肯定没有好好学习吧 这种有剧毒一吃就死的东西 族人不可能没有提醒你啊 金飞摇随口就讲道 女孩把头埋在了她的背上 用装晕来遮掩自己 神农族上万年的历史渡天界 怎么可能还有他们不认识的植物 之所以还能让族中的小辈 去寻找十种没入药的植物 是因为故意不让他们接触全部植物 这样才能让族中的小辈自己去发现 去亲自尝尝灵草 这样才能更好的感觉 神农族精神的真谛 当然有用的植物没有权交给他们 但是有剧毒一吃就会死的 肯定会说那种吃了肚子痛身上难受的他们都没说 反正人人都带着好多解药中毒就吃一粒就好了 而这花斑色的草叫做神灭财草 听名字就知道神吃下去都得死 早就在族中教过他们了 不过这女孩想起自己不爱听长辈 讲这些无聊枯燥无畏的事 所以常常神至云游四海去了 八成是分神的时候讲过 自己却没有听到 神农族长草被毒死 而且还是特别提醒过不能吃的草 穿出去简直就会丢死人的 所以他现在聪明的装晕 回避了这个问题 不提这个 金飞扬还有其他的问题 也没有直接问神农族怎么样 而是从侧面和女孩拉着关系 问他叫什么名字 几岁了 身上还难不难受 这一问才知道 女孩叫江一 今年已经两百一十六岁了 我还以为你是十四五岁的小孩 竟然已经这么老了 金飞扬一阵无语 又没有吃过猪卯丹 两百多岁就不能长老一点吗 而且两百多年的时间 这五十里范围内的植物 我都认不全 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吃的 神族可以活得很久 所以我还没有成年 江一本来就中了毒 身体很虚弱 又回答了金飞扬不少的问题 现在是有些喘得厉害 感觉很累了 在江一的指点下 金飞扬来到了树林正中间的神农族 路上没有遇到一只魔兽 问起原因 原来是神农族 有弄了香袋 里面有魔兽比较讨厌的味道 闻到后会讨厌的自行离开 所以遇不到魔兽 而且江一也说了 这里的魔兽并不是那种大的 只是为了自己族人用 所以专门捉来放养的 和裂缝里面的那些 完全不是一回事 还没有长到那么凶猛的时候 就会被族人杀掉 只养小的 不养大的 想想也是 外面有雷电 魔兽出不去 全部困在了这里 要是长得和裂缝里面 那种合体气的一样 数量一多 哪里还有神农族 能生存的地方 到了 江一微微抬头看了一眼 前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寨子 色彩斑斓的布条挂在了门口 警告着这里危险不准进入 不过金飞摇完全没这个顾虑 因为此时 他也走不了 当金飞摇靠近这里时 就发觉有神农族的人 在向他们靠近 他就是为了能接触神农族的 也没有做任何表示 依旧背着江一 往寨子中走 现在走到了大门口 跟踪他的神农族 自然跳了出来 不管男女 神农族的衣服色彩都很鲜艳 就像有毒的植物那般 提醒着别人 他们很危险 在轩辕室那边 他是直接去见了大人物 所以没有看到轩辕室的普通人 而神农族 他是走的大门 围上来的 便有不少的普通神农族 围着他的大多是 圆英杰丹和化神器的人 而透过寨子的木头栅栏 可以看到栅栏缩隙之中 还有不少助击炼器的小孩 好奇地看向他 相比那些和江一 差不多大的小孩 围着金飞摇的神农族 就没这么客气了 看着在金飞摇背上的江一 神农族中有人大喝道 放下我们的人 不然就让你死 搞什么呀 神农族都不讲道理吗 金飞摇翻了个白眼 什么世道啊 这些烂野人 看神农族的人态度很差 金飞摇晃了晃背上的江一 江一 快和你的族人说一声 他们的态度很不和善 胖子拉了拉金飞摇的衣服 淡定地讲道 老大 他晕过去了 金飞摇一惊 这个该子的家伙怎么晕了 刚才就注意着周围这些神农族 没有查看背上江一的情况 早不晕晚不晕 偏偏这个时候晕过去 故意耍我玩吗 反抗就死 这时从寨中走出了一名合体气的神农族男子 长发披肩 穿着长长的彩衣 额头上有类似叶子般的绿色花纹 看起来并不强壮 开口却直接就是死不死的 金飞摇深吸了一口气 老实地说道 我不反抗 高脚木楼 上面住人 下面养阴性的灵草 神农族满会利用不大的空间 整个寨中全是草地 只有人行走的地方用大块的石头铺了些小路 不少地方都有矮小的灌木 全是自己长出来 并不是特意种的 住的地方蛮不错 要是渡天界没有破坏 想必是个宝库般的地方 胖子 我们不如就住在渡天界吧 这里的灵力真的很多 蛮适合我们住的 金飞摇悠险地打量着神农族的寨子 兴致勃勃地说道 胖子抬头看了他一眼 很不屑地说道 老大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们现在的情况 要是被拿去试夺 我觉得你肯定比我死得快 不要看乌鸦嘴好不好 我才不想死 金飞摇瞪了他一眼 回头看看木龙外面围观的神农族的小孩 都看了半天了 怎么还看不够 金飞摇和胖子现在正在神农族寨子中的中心 没有被揍也没有以礼相待 而是被关进了一个很大的木笼子之中 说是木笼子却坚硬如神铁 金飞摇用手搬了一下 也没有半死反应 将一被人给带走了 那名合体系的男子 直接把没有反抗的金飞摇 扔进了寨中的笼子之中 然后就没有过问一句 没见过三族的小孩围了一圈 好奇地对着他们指指点点 还小声地议论着 老大 他们要是决定毒死我们 你要怎么办 胖子考虑到这个严重的问题 向金飞摇讨主意 金飞摇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胖子心头已经有了不祥的感觉 果然他抓着脸 很淡定地说道 我不知道 到时候再看吧 死局啊 胖子无语了 他也拿不出办法来 现在几乎就是死局 宣言室那边 有一群合体器的 大圣器的也有 这神农族同样也不会少 不然这么大的地盘 早被其他的神族给借去用了 怎么会是死局 我可是救人做好事 如果这样还弄死我 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金飞摇看着他讲道 胖子无语地看着他 神农族真的会讲道德吗 不过现在也没有办法 只能等着瞧这些神农族 想干什么了 如果是要杀人 那怎么也得搏一搏 不可能坐在这里等死 不过等了一会儿 胖子还是愤愤不平地说 熊天坤的事情可真多 整天在做什么呀 男人的事 猜了也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他们 整天在想什么 也许全是女人 和零食法宝之类的吧 金飞摇叹了一声气 坐在笼子之中 看着外面的小孩 突然讲道 老大 你别做梦了 而且 你哪里来的点心 四百年都没有去买过 拿什么给他们吃 胖子白了他一眼 这是做的什么白日梦 你的意思是 我四百年没有吃过糖了 金飞摇突然意识到了这件事情 惊诧地看着胖子 看到胖子很肯定地点点头 他一拍打腿 才明白过来 为什么总觉得口淡了 原来是没有吃甜食换口味 干脆下次做点甜包子 一次把这个解决了 口味单一对胃口不太好 容易吃腻了 胖子坐在了笼子里面 眼睛没闲着 透过那些看热闹的小孩 打量着神龙族中 有没有漂亮的女人 而金飞摇则在琢磨着 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出甜包子来 两人都没有浪费时间 各做着感兴趣的事 过了半个来时辰 围在外面的小孩突然被驱赶开 有大人物向他们走过来了 领头的还是那名 把他们捉进来的男人 身后跟着七八人 修围独在合体系 站在笼子外面 就打量着金飞摇和胖子 金飞摇脑袋飞快地转了起来 这里面都没有出现大圣器的人 难道是神龙族 只是靠那些毒气自保 其实根本没有大圣器的修饰 或者自己这种修为大圣器的人 根本瞧不上眼 只是派合体系的人来处理自己 如果只是要杀人 不会来这么多的合体系 应该是来审问吧 想了想 金飞摇对着他们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 温柔体贴 只见他开口问道 各位前辈 江音现在怎么样了 毒虽然已经控制住 但是还得继续治疗才行啊 这温柔的声音一出口 他自己都为之一任 真是伪装得好啊 一听就是那种温柔似水 从来不会干坏事 遇到受伤的小动物 就会捡回家的女人 当然 捡回家肯定不是吃掉 而是给他们治伤 然后放掉 神龙族的人 眉头微微地皱了一下 探究的目光更加的强烈 威压开始给他压迫感 想让他先在心理上弱下去 金飞摇很镇定地指示着他们 这种程度的威压 还不能让他信心丧失 他可是经历了 无数高阶修饰的威压洗礼 现在的只是小意思 虽然身上不是 但是心理上却完全没有问题 他眼中依旧满是真诚和坦然 他可是真心的希望 江一活过来 这样自己才有让神龙族心软的本钱 而金飞摇从来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 都是做得坦坦荡荡的 哪里会有什么眼神的闪躲 就这样盯了一会儿 那名领头的男子终于开口了 神灭财草的毒 是你姐的 终于来了 金飞摇微微一笑 是的 我正好看到他中毒昏倒在地 就帮他解了毒 不过余毒在身 江一全是无力 我就把他背回来了 你来这里有什么目的 男子淡淡的问道 金飞摇是在神龙族的地盘里面 发现江一的 自然就是偷偷的摸进来的人 如果不是有目的 怎么可能会专门穿过毒雾进来 神龙族的人又不是傻子 哪能可以想到这一点 我是来寻找醒神话路的 你们住的这么靠里面 我要是不穿过毒雾的话 也遇不到你们的 我在前方那个小镇上等了半年了 也没遇到一个神龙族的人出现 自然只能自己来一趟了 看我的修为你们也应该放心吧 我完全不可能对你们有危险 如果不是为了救人 我根本不会来到杜天姐 金飞摇盯着他 诚恳地讲道 讲完之后他还自语了一句 这种地方如此危险 我巴不得早点回去 醒神话路 我们为什么要给你 那男子讲道 金飞摇愣愣地看了他好一会儿 才不要脸地说道 我救了你们的族人 分我一点 当做是报答好不好 好大的口气 没有直接杀掉你 就已经是还你这个人情了 没想到神龙族的这人 比他还无耻 直接找了个理由 就把人情打发了 这不公平啊 如果我不进来的话 他就会死 也许是上天让我进入这里 就是为了救他一命 前辈不觉得 这是一种缘分吗 金飞摇继续不死心地忽悠着 男子接着他的话就说 缘分已尽 前辈 不要这样啊 我真的没有恶意 看在我救过江一一命的分上 卖我 或是交换一点醒神话路 给我 好不好 我真要他急着救人 保证不是杜天杰这些修士 只是下界一个化神奇的人 金飞摇只得求道 也不知道在杜天杰的三族 和神龙族有没有恩怨 还是把关系化清楚为好 还故意地把雄天困的修为给压了下来 哦 你肯出多少零食啊 男子有点兴趣地看着他 开口问道 金飞摇眼睛瞅着笼子外的地面 淡定地讲道 我只有几十万块商品零食 太少了 那零草 万年的吗 千年以下的 那种垃圾这里很多 我有一根手指长做的雷幕 左双筷子都不够长 没有东西了 总不能把我卖给你吧 我不养努力 所有金飞摇觉得舍得拿出来的东西都说了一遍 都没有一件事让这男子想要的 不想要就算了 还专门说些打击人的话 最后他不吭声了 这人完全就是要耍他玩的 没有想好好的交易 见他不吭声 男子竟然就转身 要带人离开 金飞摇一见 只得赶快喊道 前辈 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能办到的 我可以去试试 只是试试 你不是很想要醒神花露吗 男子停下 回头说道 金飞摇面上半分尴尬也没有 理直气壮地说道 当然只能是试试 回答太瞒了 你让我去词怎么办 神脑族 对别的东西没有什么欲望 男子淡淡地讲道 听了这句莫名其妙的话 金飞摇愣了一会儿 突然明白过来 心中顿时只想骂人 想要就明说嘛 还玩这种把戏干什么呀 愤恨地在心里骂了几句 他还是满脸笑容地说 前辈 神面采神的毒 不是普通的东西能解掉的 我们会待在一起 什么时候 我们下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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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